HELLO 大家好,我叫JuliaGradu 很感謝大家再次收看Be A Smart To You的頻道 今集會跟大家說些甚麼 我相信很多人想拯救的是甚麼 就是拯救大家的黑眼圈 因為有了黑眼圈,大家看上去都好像很不精神 所以大家會出去買一個眼箱 務求你的熊貓眼可以快點消失 但我想告訴大家,原來有些黑眼圈是沒得救的 就算你買一些很貴的眼箱,怎樣塗也好 其實原來都是幫不到我們的 所以今集會介紹給大家 有些眼圈其實真的沒得救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省錢了 第一個沒得救是甚麼 就是一個先天性遺傳的黑眼圈 通常先天性遺傳的黑眼圈 都會是情義一些啡啡的顏色 其實甚麼是先天性的色素呢 就是打個譬如,好像黑眼圈 其實你會看到它的嘴唇或眼角 你會看到它特別深色的 其實這些都是天生的 天生的東西,所以說明天生感 即是沒得救了 就算你怎樣買你塗眼霜也好 也改變不了天生的情況 另一個天生的情況 就是本身你的眼下面這個眼袋 這個位置皮膚比較薄 還有你的眉血管 眼下面的眉血管比較脆弱的人士 都容易會顯到那個底 底裏有些甚麼呢 就是會顯到血管的色素 所以你會看到自己會有一點點紫藍色 在這裡 你會看到紫藍色這些 原來是因為眼下面的皮膚比較薄 還有血管比較脆弱 所以就會容易上來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也是沒得救的 怎樣塗眼霜也好 其實眼霜是幫不到你的 好,第二個沒得救 第二個沒得救是甚麼呢 就是陰影型的眼圈 就是陰影型的眼圈 本身的面型有很多不同的骨組成的 如果是眉骨這裡比較凸出來 而你這個眼窩裡面 又是比較深的話 好像那個扇蓬一樣 擋住了這個光線下來的時候 就會造成下面好像眼圈的情況一樣 深了一點點 但其實這是影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的面型輪廓 是這個眉骨比較凸 這裏比較凸凸的時候 做出陰影的效果 其實塗眼霜也是沒得救的 好,來到第三個沒得救 第三個沒得救是甚麼呢 就是一些過敏性的鼻炎 以及鼻鬥炎 以及一些長期患感冒的人 他們的眼圈都是沒得救的 原因是為甚麼呢 因為它過敏性的鼻炎 以及一些鼻鬥炎 通常它的鼻會經常滲鼻水 或者它會漲漲的 就是因為它的鼻腔會長期受壓 如果它鼻腔裡面的靜脈 壓力過大的時候 壓住了 血液循環也不流通 因而會造成它眼下面這個位置 它的眼圈的色素都會比較加深 尤其是過敏性的鼻炎 或者鼻鬥炎的情況越嚴重 你的黑眼圈也會越深 還有這個調查告訴大家 就是有六至七成的小朋友 如果有過敏性的鼻炎 或者鼻鬥炎 你會發現到 小朋友下面 眼下這個位置 它的黑色素會比一般人 會比較多一點 這個也是因為鼻腔受壓 而造成一個血液循環不流通 而造成這個黑眼圈 如果是這些情況的話 第一件事 如果醫好過敏性的鼻炎 和鼻鬥炎 或者減輕它們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的黑眼圈會慢慢淡 所以這些情況可以省錢 其實塗眼霜也是沒有用的 另一個又是關乎於身體 塗眼霜也沒有用 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說你的胃和肝 有時候 如果你從中醫角度來看的話 你裡面的五臟六腑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會反映在你的臉上 所以 如果你的胃和肝 本身有一點不健康的情況出現 亦都會反映在我們眼下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都是塗眼霜沒有用的 所以最好就是針對 可以調理一下這個胃和肝 黑眼圈也會自然減淡 又可以省錢 其實是不用買眼霜的 以上四種類型的眼圈 都是塗眼霜都沒有用的 所以可以省錢 下一集會告訴大家 有得救的眼圈 是怎樣可以救呢 其實什麼類型的眼圈可以救呢 或者我應該買什麼產品 可以淡化黑眼圈的呢 下一集我就會告訴大家 怎樣可以淡化大家的黑眼圈 很感謝大家 再次收看Be A Smarter You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